大家好 中国外长王毅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 表示20国集团成员应该坚持团结合作 在全球抗议中发挥领导力 各方也应该加快落实全球健康峰会的成果 本着科学的态度应对疫情 在疫苗、诊疗、联防联控等方面加强合作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王毅也公布中国迄今为止 已经向近10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4.5亿剂的新冠疫苗 中方也呼吁有能力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积 为消除疫苗鸿沟 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的疫苗接种方面 现在我了解最新消息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上公布的 截止2021年的6月28号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2亿0671.4万剂 就是中国已经接种超过12万剂了 也非常了不起 你可以看到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 而且向世界还提供了4亿多 中国的外长王毅在29号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 也表示20国集团成员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避免自身举措的负面效应 这是王毅在20国集团外长会上表达的中国立场 首先是在外交部的网站上 王毅的谈话也发表了 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了20国集团外长会 王毅表示20国集团成员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避免自身举措的负面效应 外溢确保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要坚定不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防止国际市场碎片化 合作机制政治化 规则标准意识形态化 这个王毅提出来的规则标准意识形态化 就是我之前提的 西方现在很多时候要炒作什么 中国制造和什么 和新疆问题和强迫劳动化等号 也就是意识形态化 把整个的国际机制 国际的规则标准 向意识形态 向政治方面靠 就政治化 你看我之前提出来过 那么现在王毅也提到了 说明我的想法 有的时候和这个 你看和中国这些高层 有的时候其实方法想的这个地方是一样 其实也注意到了 所以王毅在这个会上 二国集团会上也提到了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得向世界呢 得传达出一种的去政治化 生意归生意 避免让全世界陷入美国的陷阱 很多国家都在说 中国制造就是强迫劳动 这不就是陷阱吗 中国现在你看外长 在二国集团峰会上就提出这样 就向全世界提出 这就是一个陷阱 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我觉得全世界国家 老百姓也不是傻瓜 他也不是傻瓜 他有自己的判断 王毅同时指出 二十国集团应以身作则 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坚持开放包容 反对封闭排他 坚持合作共赢 反对零和博弈 多边主义 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更不能成为推动单边行径的包装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直接针对美国 我来谈论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王毅讲话直接针对美国 为什么呢 我之前讲过 美国呢 他是想搞意识形态冷战 用意识形态呢 拉拢盟友 捆绑自己的这个盟友 与中国意识形态不同 对吧 那我捆绑到我身边 单边主义 那么中国呢 其实也是 是吧 借助联合国 借助什么 借助多边主义 也要捆绑一些周边的朋友 你看中美实际在一直在对抗 那么你可以看啊 那双方呢 其实都都在争夺什么 都在争夺这些国家 只是双方这个阵营 或双方的方式 用手段不同 实际上呢 都是在打意识形态 一个是捆绑的什么 你刚之前讲过 捆绑的什么 自由民主联盟 意识形态 还有捆绑什么宗教 甚至到建教皇 布林肯建了教皇 是吧 我们是基督教世界 或者是自由民主的世界 你看 用各种方式捆绑 让大家跟自己捆绑 中国这边也是 多边 是吧 是联合国框架下的 是吧 跟全世界要捆绑 就是你看中美这个博弈啊 现在看啊 就是中国和美国 其实都意识到 我不能被孤立 不能上对方的当 如果我被孤立了 在全世界呢 将失去很多合作伙伴 就对自己不利 那我现在想啊 就是美国和中国啊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我觉得全世界啊 全世界 会形成两大阵营 二十国集团 他这个东西呢 现在来看 现在来看 二十国集团 本来是什么 多边主义的一个会议啊 现在来看 如果美国和中国长期战而下去 长期中对抗下去 很可能会形成两大集团 那么二十国集团的意义就不存在 那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 现在我看出问题了 所以我说啊 这个中国呢 和美国这个博弈啊 和美国这个博弈 不要上美国的当 就是美国加紧了 拉拢他的盟友 中国也加紧了 开始拉拢 这样呢 你越拉拢 他也拉拢 最后会形成什么 会成两大集团 反而中了美国的计 这个道家思想讲啊 你不想输 你就不要上了一台 对吧 没有胜哪来拜啊 你也不想着胜 就没有拜 你发展你自己的 就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 和全世界正常国家正常交往 不要什么 不要陷入美国的陷阱 他去拉拢盟友 跟你对抗 你也去拉拢 你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 是玩多边主义的 你去拉拢 你去拉拢自己身边这些人 去拉拢最后呢 形成一种集团对抗 这对中国来说 郑重了美国下怀 所以今天我看到问题啊 就是这个 二十国集团本身就是个多边主义的 多边主义 对中国非常有利 中国在这一点上呢 一定要清醒 一定要清醒 就是不要 怎么说呢 学美国 也去拉拢这些身边的国家 过于的 让大家选边站 这样对中国 我觉得对中国未来非常有害 美国也在让 是吧 美国甚至布林肯人都说了 你可以不选边站 但是中国这一点上 我觉得一定要清醒啊 就是美国正是因为让大家不选边站 才是什么 才是在拉拢盟友 让盟友觉得 哎呀 美国对我们真实意识形态 跟我们真是一样 站在我们这边 真是好朋友 反而容易倒向美国 那美国真是拉拢这些头 这些朋友 那中国在这个时候 一定一定要谨慎 就中国如果做的很多事情不到位 或者做过了 一定会让其他人感觉到不舒服 一定会什么 选边站 选边站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 最大的害处 因为中国首先它意识形态 不管是宗教的 还是民主自由这个方面 根本在世界上是少数 跟中国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是少数 你怎么让大家选边站 意识形态不选边站 利益呢 经济利益这方面呢 因为经济利益选边站的国家 是少数国家 那都是那些经济不好的国家 经济好的国家能选边站 这逻辑在这 所以只要 美国希望跟中国上了一台 那么两边拉朋友 互相让大家选边站 而中国呢 上了一个档 利用经济的也好 利用什么意识形态的也好 利用疫苗援助的也好 上了一个档 那中国就真正上了美国这个陷阱 掉进美国这个陷阱 上了一个档 根本出不来的 这是我看到最大的问题 另外中国呢 疫苗啊就非常好 因为中国已经接种了12亿剂 而且呢出口了4亿4.6亿剂 这个非常伟大 这就给全世界提供了帮助 像这些 获得中国帮助的国家吧 不管他嘴里边怎么说 他是心里边感谢中国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中国呢 应该延续 这样和美国之间啊 就不是竞争关系 不是拉拢让别人选边站 让别人为难 不要让别人为难 而是直接给对方帮助 然后我们也不说 不要求什么索取什么 对吧 就是基于朴素的 联合国框架内的 朴素的希望这个新冠疫情 早日过去的 朴素的这个观点 方而别怪容易接受你 容易跟你成为朋友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都能理解